9月14日一阳千玺现身机场 一阳千玺身穿红色运动装搭配羽服帽 造型火力吸睛 在机场遭大批粉丝跟拍 人气爆棚 日前TF-8S一阳千玺正式成为一名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 在日前的湖南师大附中美西湖中学 参加开学典礼上 一阳千玺作为高三学生代表进行发言 虽然一阳千玺社会活动很多 很少回到校园 但她并没有放松学习 一直请家教进行补习 据悉一阳千玺通过了所有科目 考取95分的高分 在典礼上一阳千玺称 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 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汗水和泪水 会有一路陪伴共同奋斗的伙伴 也会有沿途的美丽风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成长 攀登以坐坐高峰 体会艰难和辛苦 一阳千玺在演艺和血液方面都很努力 学校邀请她作为高三学子代表发言 给学弟学妹做好保样 也鼓励高三的同学 在这一年里加油鼓劲 冲刺好成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